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很久以来 我都不太敢去接近她 基本上都是在背后默默关注她 直到很久以后 我才鼓起勇气 把心里的话全都告诉她 当时走最难受的时候是她一直陪着我 说实话我心里特别感动 现在只要在一起 我就感觉有根绳子雷在我的脖子上 越雷越近 根本透不过气了 这样出下去 也没什么意思 我管得多完全是因为她在我心里太重要了 现在说分就分 她完全没有估计我的感受 我希望她能再给我一次机会 毕竟我没感情基础这么久了 别分开了 好吗 那怎样才能挽回或者是保住这段感情呢 听听看两位青苏人他们自己怎么表达 有请两位青苏人上场 有请 琪琪 这位是小风 琪琪是我们的主苏人 是希望能够尽全力挽回或者是保住这段感情 什么事情导致这件事情的发生 其实我也不太清楚是为什么 因为我们之前感情一直都很好 但是最近给她打电话 她也不接 发短信也不回 所以我就想听听她到底是因为什么事对我有这样 事情是这样的 本来年前说好放假嘛 要陪她一起逛逛街 看看电影 但是领导那儿突然安排让我加班 然后回去给她一说 就不行了 她对我的生活中的一些所有的事情 都很多不理解 弄得我很压抑 就像那天 她就静止走到我们领导面前 就指着她鼻子 就开始质问她 理由 说这都大过年了 你还让她加班 那你都答应好陪我逛街的 但是问题是 她天天让你加班 你确定她不是针对你吗 那她不是针对你 她就是对你有意思 女领导啊 女领导 当时领导很无语 然后默默地低着头就走了 这件事只是生活中锁碎事情争了一件 就像你所说的电话 微信这种事情太多了 就说上次发微信那个事吧 我当时正在跟客户谈方案 就是收她一短信 我一看 当时说的是 她在吃药的时候 看了条新闻 然后我就回了一句 什么新闻 那你第一反应 我不是应该问我为什么吃药吗 我都特别难受了 我都告诉你我在吃药了 你还关心什么新闻 不是 主持人 如果这事换你 你是不是也会很自然的条件反射 回这么一句话 我实话实说 那天编导跟我讲这事的时候 我说什么新闻啊 我上套了 是的 大家都会这样很自然地去联想 但是到你那儿就不行了 那是正常人啊 但是你是我男朋友啊 你不应该关心我吗 那你为什么要关心新闻呢 你的男朋友是个正常人啊 你这么关心国家大事啊 那个网络上的所谓的测试题 就是一个陷阱式的脑筋击展弯 确实是害了很多人 把我也害了一次 你也上套了 我老婆发给我 但是我后来仔细去研究 发现这个测试题真的很无趣 就因为这个 这一天 然后我忙完工作第一时间给打电话 也不接 怎么着都不行了 你就不关心我了 反正你最近就是对我特别冷淡 我不关心你 我不关心你咱俩的所有的节日 我是不是都按你的要求 记得非常清楚 你在大学第一次加入摄影团队的日子 9月15号 然后我做交换生回来 跟你第一次见面的日子 18号 对不对 我都记得 那你就应该记得呀 每个月18号我们都去敬主 都去记得 我记得已经很清楚了 而且我觉得有些离谱的是 我忘记了一个 对他来说不是特别重要的日子 他还必须要我写保证书 而且800个字起步 但是 什么重要的日子 就是情人节 就是每个月14号 白色情人节 黑色情人节 就每个情人节都要过 有多少个情人节呀 每个月都有 每个月都有 每个月的14号都要过 我觉得属于我们两个人的日子 那应该是更重要的 像那些比较大众的日子 我们可以不用跟风的 我更在乎我们之间的人 但是 但是我们以前一直过得都很好 每个月都要庆祝呀 但是你为什么这次忘了呢 我没忘啊 我的手机通讯录里面 包括我的这个备忘录里面 每一个时间节点我都有记的 而且我在每一个节点 提前两到三天 我都是闹钟的 我就怕到时候出小鹅子 那你这次还是忘了呀 就这么说吧 你把我逼到什么程度呢 我已经在网上 当了很多这个 保证书的模板 好 到时候我直接套 时间人物就行了 800字啊 可是你现在 谁能写得了 可是你现在写保证书 都不走心了是吧 那你 那你就是不爱我了呀 男生是干嘛的 我是做主持工作 做主持工作 文采应该还可以呀 写个800字的保证书 写不出来 有写 有写 我一直在很努力地去写 还有很努力 然后 然后他还要求我要写到 他喜欢的样子 什么是喜欢的样子 你说下呗 就是什么都是他的错 每句话都是他的错 必须每句话里边 都得加进错去 你有强迫症吧 都写那有啥意思呀 有意思啊 就得写 要不然能记住吗 是写一字两字大家都能接受 但是经常这么去写 而且我的工作确实是非常忙碌 你也可以 你也能理解 还有就是上次 坐公交车 嗯 上车之后 有个女孩就是 连挤到我的这个肩膀这个位置了 然后她在这看到就不同意了 你说你一米七大个子啊 车上人那么多 人挤人 又是老头老太太 你非要在中间扒拉开人 从人缝里挤进来 你知道当时车上全程什么反应吗 那我觉得我为了你 别人怎么看我 我不在乎啊 你怕他怎样啊 我怕挤在一块不高兴 我不高兴 怕被占便宜是吧 对啊 这是在外面 那跟朋友在一块也不行 上次那个黄金周 我们几个特别好的朋友 还有她的朋友 一起就约好嘛 在济南自驾游开车 到四川成都去玩 然后大家商量嘛 有两条线路 一条是走上面 经西安 还有其他朋友就说 喜欢南方的天气 想走湖南那边 大家一起嘛 所以说我们就最终商量 是走湖南那边 那不行 你走下边那条路 你自己也知道 要走那么久呢 我一坐车就晕车 然后我还那么难受 你让我多难受那么久 你心疼我吗 但问题是 走哪条路线你也晕车啊 那走长的那条 我不是更晕车吗 我猜一句话 我是一个狂热的自驾爱好者 那条路最多 长一天的道路 对的 大家都说好的时间 而且你们完全可以 先往那边走 回来往西安回来嘛 走个循环道 我不去了 本来我就说嘛 我们可以商量这个事儿 但是在他那里 没商量 不行 我不去了 有原因 没原因不去了 这不是抖气吗 都 我就纳闷 他跟湖南就是干上 过不去了 还有一个事儿 还是因为湖南 嗯 是一个周末 几个哥们儿嘛 约人去喝点小酒 去请朋友家里 本来说要看歌手 那个节目 那你直接在家陪我看就行 为什么非得上你朋友家看呀 你朋友家好啊 那我是不是妥协了 我是不是回家陪你了 是啊 你看了吗 没看 你为什么不看 我不想看 不就是因为我前女友是湖南的吗 那你知道你自己还非得看 那你也太敏感了 那不能说以后这个地儿 再也不去了 再也不经过了 你就这么喜欢湖南是吧 你还惦记你前女友是吧 那完蛋了 我在湖南我也是做过节目 我待会是不是不用说话了 要跟你说 行 行 那我可以不说了 那老师你歇一下吧 那我歇一下 他前女友把你怎么着了吗 不得劲 他是跟前女友分了之后才跟你好上的吧 对 这没问题吧这个 所以我一再给他重复这件事情 我也给他说过之前这些事 这些话 我觉得你应该能够理解我了 所以说你现在还不理解 还压迫我 没有压迫你啊 我怎么压迫你了 举例说明 因为我是在广播公司做策划 然后兼主持 有时候公司会接到一些车展的工作 车展大家都知道 会有女模特 那我肯定要跟女模特在 因为工作的原因要交流一下 甚至会有一些赞美之词 是 这些都是工作关系 我们也是同事关系 你夸过我们你就夸人家 我夸他们是因为工作 而且我对你的感情 对你的爱 我觉得几句赞美的话 不是就可以代表的 那你让我怎么办 我天天就是觉得 完了 今天可能回家就见不着她了 跟人跑了怎么办 我这公司多危险 还见不着我了 那你想让她怎样 不是我就想让她 要不然你就工作的时候带着我去吧 你没工作呀姑娘 我没有啊我上学 大几了 大三 你没有学业吗 学啊我课少 你挂课吗 你猜 你肯定挂 我学习课好了 你别说我挂课 不可能 你学习课真的好 我爸给你一击 他爸给你一击 你说你跟着我去工作啊 我现在领导安排给我一个车展的主持工作 接之前我就开始有顾虑有阴影了 而且一开始 你陪我寄一个多小时公交车去面试工作的时候 当时你还是散诚我做这个工作 你觉得适合我 是啊 我那时候觉得挺适合你的 挺理解你的 但我现在就是天天就充满那种危机感 我就感觉他身边漂亮的姑娘太多了 都比我优秀 我承认比我优秀 但是我就是心里不高兴 就是很嫉妒那些 这是陌生人 陌生人 陌生人你吃醋 你不理解 不了解也就罢了 他连自己闺蜜醋也吃 我闺蜜怎么 这是你的闺蜜 我闺蜜怎么你了 他闺蜜挺多 他呢又愿意把我介绍给他的闺蜜认识 一块出去玩 冬天的时候 一块去划一场划雪 然后我们都不会划 这时候他一个闺蜜 一下子摔过脚边上了 当时我刚想去扶 还没扶呢 只是有一个条件反射的动作 我第一反应是什么 先看看他在哪 我找了半天 我找了半天 因为他的反应太强烈了 每次都这样 我已经害怕了 他当时在旁边吗 我就看了 找他嘛 我看到他的位置了 大概有五六米远吧 也不远 吃狗狗的瞪着我 你干嘛呢 一屁股你也坐底下 我不坐下行啊 我不坐下 你那手都是人 胳膊底下去了 你看又夸张了 刚才我说的很清楚了 主持人是不是 我刚要去还没有扶 但是我的条件反射 是先去找你 你又把他放大 那你这个人到底扶谁 然后我假装没看见 没看见 然后我就盘缠着走到他那 把他给扶起来了 你是我男朋友 你就应该扶我 我觉得你不只是怀疑我 你现在已经升级到一种 神经质了 知道吗 什么神经质啊 我哪是 太过敏了 太敏感了 这样这样这样 你们俩恋了多长时间了 一年吧 打一开始就是这样呢 还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让你对这些事特别敏感 他一开始对我 真的特别好 那时候我是 就是要找工作 然后我渴了给我喂水 我累了给我擦汗 我就打心里 非常感谢他 非常感动 我一开始 其实对我们之前 这段感情 一直都看得特别重 因为我那时候 我刚认识他的时候 我才刚进大学 同一个学校 对 那时候学校社团招新嘛 那时候我就挺远 我就看见他 就是一眼就看见那种感觉 然后后来就是身边的朋友说 说这个人是我们社团团长啊 挺有才的 然后学习也好 也很努力 每年都能拿奖学金 就是特别符合 就是我喜欢的类型 但是他身边围绕姑娘特别多 没机会靠近他 我也不敢接近他 然后没过多久 他就去香港做交换生了 然后我心里是 可能这段感情就这么结束吧 因为毕竟刚开始人走了 过了一年多的时候 他又回来了 他那边学习结束了 然后我又遇见他 4月18号嘛 每个月都要纪念吧 得纪念的日子 然后我记得特别清楚 我觉得这可能是我的机会 我就说我喜欢你 然后那时候他走哪儿 我就跟那儿 我跟一个小尾巴似的 我觉得可能是时间长了 也是慢慢感动他了 才在一起的 他对我的好 我真的非常感动 但是你说 他现在这个样子 让我真的 真的透不过气了 压迫特别大 直说 小枫 你想怎样 我看不到未来 我想考虑一下 那我改还不行吗 来得及吗 来得及啊 这样吧 我们听听看四位嘉宾认为 这来得及还是来不及 简压面对面 对于男生来讲 有可能在你们俩的感情生活当中 你其实选错人了 因为你要选择的一个 是能够理解你在工作上 能够理解你在生活当中 能跟你共同恋爱的人 但是对于女孩来讲 你仅仅还是停留在 大学生的那种恋情当中 而对于工作状态 你可能不能理解 所以我仅能从这方面考虑 你们的情况有一点特殊 是你最难 所以你充满了危机感 你怕失去它 时时处处百分之一百 想占有它 但是你这样的做法 绝对会失去它 因为你表现出来的是 你对自己的爱情 是毫无自信 而且呢又充满着自私 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下 哪一个男人会受得了啊 所以姑娘 让过去的成为过去 今后学会 好好的正常的去爱一个人 所以今天应该 你想得开一点 我说的这么严厉 你不会想不开吧 不会吧 不会啊 你说的啊 我相信你 琪琪你刚才说 谁敢说你成绩不好 你爸跟他急 你爸是特宠你吗 对 所以就特别能理解啊 这女孩 也就说你跟你爸爸撒娇的时候 她接着 然后跟你爸爸闹腾的时候 她能忍着 所以你把她当你爸爸了 可是她不是啊 我其实一直认为说 女孩子粘人不是坏事 你知道男人有的时候 挺喜欢那种粘人的姑娘的 尤其是男人 到了一定的这个年龄之后啊 他会发现身边有一个 这个女人 像拿着一个小鞭子一样 轻轻地抽抽她 抽抽打打的那种感觉 她会觉得嗯挺好的 挺有归属感的 说明我还是有家的 这个女人是在乎我的 这其实都没问题 但是你天天拿着那种大镣铐 要把它锁起来 而且在锁起来的这个过程当中 还大呼小叫的 像敌人一样 像仇人一样 这挺恐怖的 所以姑娘其实 不论你之前跟父亲跟母亲 他们有多么包容你 你首先今天要明确一个定位 你现在不是一个女儿 你现在是一个女朋友 恋爱这种状态需要的是平等 你给别人愉悦感 别人才能同样的给你相等的愉悦感 但是当你表达出来所有状态 都是让别人觉得特别不舒服 特难受的时候 没人愿意跟你待在一块 这话不好听 但是可能我们岁数都比你大很多 可以当你的长辈了 你可以稍微地听一下 因为你现在可能年轻漂亮 然后青春洋溢 不会考虑到这些事情 但是我是认为一个人的趣味 是从年轻就应该去学习和培养的 你看你现在才22岁 你就把自己弄得跟透明人一样 天天盯着他 然后天天告诉他说 我很闲 我没事干 我每天的主要工作就是看住你 太没劲了 一个男人跟一个女人相处到一个阶段之后 他是可以不用眼睛去看女人的 我们是要用心去感受这个女人 带给她的一切的感受是什么 而如果你带给她的感受不够好 不够舒服 天天感觉到的就是那种利器的话 没有人想跟你在一起 所以22岁请你先克服身上的利器 然后最后跟这些男生说一句吧 也不是说你所有都没问题 我觉得爱一个人和惯着一个人 和无底线地惯着一个人 这是三个概念 我觉得你能做到前两项 是一个特别好的男朋友 但是你要是连第三项都做了 那我觉得你就是一烂好人 到最后可能两头都得罪 男生爱女生如果满分是10分的话 你爱他多少分 9分 那你觉得他爱你多少分 我感觉他对我的爱非常饱满 10分 你有那么爱他吗 9分 有 有 那他刚才落泪的时候 你怎么不过去帮他擦一下 那他明明身上有这么多缺点的时候 你作为一个爱人 你为什么不帮他去纠正呢 你说你爱他 我这有纸 来 去递给 我问你女生 你爱他有10分吗 有 你有那么爱他呀 有 他说他已经不爱你了 你放他走吗 放 这还算是有点自尊的表现 除了要爱别人10分之外 其实我认为 少一点 爱人7分足矣 剩下3分 爱自己 那7分是付出 后面3分是自尊 你的自尊在哪里 表面上你是跋扈 但其实 你内心是非常慌张的 你虽然非常高傲地在说 你不可以干这个 你不可以干那个 你不可以跟他那么接近 实际上你是跪着 我说的难听了 这个男的其实真没有那么爱你 因为爱一个人 首先是爱自己 如果我是他 我连自由都没有了 我为什么要留在你身边 爱情成可贵 自由价更高 你剥夺了我的自由 你有什么权利说爱我 你从底部 从根部 你在蔑视我 你没感觉到 其实你每天在做的 都是在往他身上泼脏水吗 你时时刻刻告诉所有的人 这个男人是一个随时可能出轨 跟别的女人私奔的男人 你作为一个人 一个社会人 你的人格遭到这样的羞辱 你觉得这种爱情有意义 最后一点就是修养 你在说每一句话的同时 只顾及到自己的感受 也不管别人高不高兴 我昨天晚上发了一条微博 我说我这一辈子最难做到的一件事情 不是事业上的一些问题 而是管理我自己的情绪 如果换以前的我 他今天跟我说 你歇着吧 你不用说了 我马上就蹭了 我就毛了你知道吗 我现在我觉得 其实看看你 就像看到了我自己 这是一辈子的修行 否则的话 一漂亮亮亮的女生 让人觉得特讨厌 你觉得这多难受 所以尊重别人 也尊重自己 管好自己的情绪 爱好自己 男生如果是这样的 没有自由的爱情 宁愿不要 不要因为怜悯他 其实你内心既怕他 又怜悯他 但是这样的话 只能导致到他最后 在你和他父母的宠爱当中 越来越沦落下去 爱一个人给他自由 而不是霸占他 好不好 我想告诉你一个 更朴素的道理 如果能够给我一次机会 让我重读大学三年级 我可能会利用 大三大四的时间 好好多读几本好书 多参与几次有价值的社会实践 多靠自己的努力 找到一份好的工作 真正的实现自己的价值 因为你无所事事 因为你学业不精专 所以你把更多的精力 投入在锁定这个男人身上 所以你会觉得自己 一天到晚稀稀苦苦 来 请去密室 齐戏呢 来 请登上大声台 大声说出来 好吧 请 来 请订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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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快乐的 是我现在我不知道 我能给你造成这种心理负担 但是我以后我改行吗 我以后我改行吗 我们别分手行吗 你对我都好 我都记着呢 我们也都需要成长 现在 我看不到未来 让我再考虑一下吧 好 来 我们 来到现场100位观众这儿 大家如果希望他们在一起 那就再表决 其实按赞成前 大家要是不看好他们 请按反对键 321 请按键 321 请按键 大家的这个 给到你们那些建议啊 但是最终还是那句老话 决定在你们自己手上 待会呢 会被齐齐生起选择住 如果你想放弃这段感情 那就转世离开 你还想挽回这段感情 那就按下这个红色按钮 小枫也有自己的选择 要么留在密室里和你说再见 要么走出密室和你继续牵手 来 请为齐齐生起选择住 请选择 请选择 刚才四位嘉宾都说了很多啊 你总之需要有这样的经历 才会促使自己去成长 这对你个人乃至对小枫 或许都是一件好事儿 加油往前走啊姑娘再见 谢谢 姐姐 我今天没选择出去 并不是 并不是因为不爱你 我觉得我们都需要冷静一下 让我再考虑一下吧